学问的故事 有一天晚上,康亮在灯下念书,念着念着,他念到了书上的学问两个字。 学字他认识,问字他也认识,可是学和问这两个字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呢? 放在一起又是什么意思,他就不知道了。 康亮去问爸爸,爸爸说,学问就是很多知识的意思。 康亮还是不明白,知识不就是knowledge吗? 为什么很多知识要说成学问呢? 问得好,在一旁读书的爷爷开口了。 康亮,爷爷给你讲个故事。 从前,有一位老人很有知识,他的房间里挂着一块匾,上面写着学问两个大字。 老人死了以后,他的两个儿子把匾分成了两半,哥哥拿了个学字,从早到晚,只是读书,不提问题。 弟弟呢,拿了个问字,老是提问题,却不读书。 日子久了,两个人都没学到什么知识。 后来,他们在一起商量,想起爸爸活着的时候对他们说过,学问学问,就要又学又问。 于是,他们把那块匾分,从此以后,哥哥除了读书,也变得爱提问题了。 弟弟呢,除了提问题,也变得爱读书了。 最后,像他们的爸爸一样,哥哥和弟弟都成了有学问的人。 康亮听了爷爷的故事,说,这下我懂了,只要又学又问,就能得到很多知识。 所以,中国人就把很多知识说成是学问了。